台灣設計展在台南西市場舉辦 引來不少民眾參觀 不過就在崗瑞颱風過後 文化局人員尋場時發現窗戶被砸破 玻璃窗裂成蜘蛛網狀 甚至不止一處 往上看玻璃窗戶也被砸毀 地板還遺留許多耳軟石 就連通道照明燈也遭殃 玻璃燈罩整個碎裂 文化局人員調閱監視器 發現是一名小朋友拿石頭亂刃 爸爸媽媽可能可以管好小朋友 畢竟這是古蹟吧 所以還是要管好小孩 小朋友的那個欣慰 百年古蹟台南西市場是日治時期 首座現代化市場建築 歐逢設計馬薩士屋頂老虎窗 特設建築被稱為全台最美古蹟市場 10月底才重新開張 沒想到窗戶就被砸毀 文化局調閱監視器 找到小朋友家長聯繫賠償 那我們也聯繫到了家長 那家長其實就馬上說 沒有問題他可以負責賠償 那我們在昨天就已經修復了 古蹟窗戶遭破壞 家長聯繫責任表示願意負責賠償 文化局科長也說 希望大家共同維護百年古蹟 如果回損古蹟違反文資法 可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並科五十萬元以上 兩千萬元以下罰金 小朋友可能不懂事炒古蹟 扔石頭家長聯繫得負起賠償責任 三地新聞成員王少宇台南報導 特曜